请大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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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阅 听说了 取消了 取消的是什么 大家应该都清楚 希希向来还取羽毛 她绝对不会买下 猎记IP的版权 大家放心哦 就算是实锤皱川带笔了吗 版权都不买了 周川的书名还不跳脚吗 可以 对宋夕路转粉了 他这样做真的太过分了 要不然我们发条声明吧 现在发声明 只会让人觉得是死下嘴硬 我接个电话 如果你们觉得 落荷神书慢改的版权费 太贵的话 我们这次可以不用合作 这次不合作的话 以后也不用合作了 我没有威胁任何人的意思啊 挂了 喂 周川老师 上次谈到的东风以文录游戏合同 我们这边公司法卧 还想再看看合同 不用了 我不打算卖了 周川老师 抱歉打扰啊 请问那个黄泉客栈的影视版权 您可不可以降下价格啊 现在闹得是满城风雨 你当我是要饭的呀 这事儿我觉得 我们不跟他一般见识 你别生气了 手机还我 我没生气我不介意的 嗯 方特主 莫能够的 莫莱尔先生的助理 喂 好 我尊重莫莱尔先生的决定 有什么事吗 他们 就是希望我能早日陈星辰 他们要继续开展合作 啊 怎么连莫莱尔先生 也相信这些风言风语啊 他们大导演 选择合作对象 自然是甚至有甚 这无口厚非啊 我去趟超市 哥 怎么办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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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